缅甸军方在星期一发动突袭式的政变 推翻了由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 掀起国际世界一片哗然和舆论踏伐 但是带头发动政变的国防军总司令 敏昂来昨天在出席军政府的第一次会议时 他去捍卫他们接管国家的行动 他说由于去年11月的国会选举存在大量的舞弊 所以军方为了国家无可避免的被逼要上台执政 并且有必要在下一届大选举行之前继续领导缅甸 尽管军方解释了他们夺权的目的 不过民间对于国家一夜变天的不满声浪还是在继续发酵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缅甸几个主要的城市医务人员会从今天开始罢工 有的更索性辞职来推动昂山素季获释的运动 这些怒火中烧的医务人员说 他们完全不能在一个不关心国家 不关心人民的军事独裁领导下工作 所以他们决定不再到医院上班以示抗议 除了医护人员 许多缅甸民众也透过其他的方式 来反对这一次的军事政变 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之后 民间的反抗情绪逐渐升温 在最大城市仰光 许多民众都响应民主团体的号召 敲打家中的锅碗瓢盆来表达不满 而在街道上 驾驶人士则不断鸣笛 制造噪音 向集权说不 虽然军政府在掌权之后 实施了全国宵禁 但是在民众的反抗声下 整个社区依旧热闹 虽然军事政变引来大批民众不满 但是另一边乡还是有些人认同这一次的夺权行动 这些军方支持者先是在街头办起了车队游行 并在随后举行集会 这一群情绪激昂的民众顶着烈日 并挥舞手上的国旗高喊口号 庆祝军方接管政权 有僧侣在致辞时 也为军方夺权的行为护航 试图要平息外界的质疑 至于被夺走政权的全国民主联盟则感叹 政变成为了缅甸的诅咒 也是缅甸贫困的根源 除了对缅甸的未来感到失望 他们也试责军方的行为非常疯狂 政变发生之后 虽然很多国家都先后谴责缅甸军方 但是他们却没有非常实质的行动来施压 至于美国政府昨天 他们就把军方接管民主政府的行动 正式定调为一场政变 然后美国将可能限制对缅甸的经济援助 虽然美国依旧会直接对缅甸人民 或包括罗兴亚难民提供人道援助 但是当局会针对这些援助展开更广泛的调查 包括审查是不是要重新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 这些经济层面的惩罚选项 包括对个别军方领导人实施定向制裁 打击军方控制的工业部门或者公司 或者对军方领导人实施签证限制等等 另外拜登政府也可能宣布 禁止与缅甸军政府相关的机构和企业 有任何生意往来